由28家台湾优质品牌厂商组成的台湾精品馆于1月17日18日参加华人工商大展 向美国主流及华裔介绍来自台湾的优秀产品 台湾精品馆于1月17日星期六中午12点在华人工商大展的第七展厅举行了开幕剪裁仪式 台北驻洛杉矶经文处处长夏季昌 副处长陈明诗 洛杉矶台贸中心主任严慕松 美国联邦众议员外交委员会主席罗伊斯 加州参议员Mike Morrill 加州参议员Bob Huff夫人继盛盖博古林肯俱乐部主席何美媒 阿罕布拉市市议员沈时康 盛盖博市市议员廖清和 等与各社团代表近百人参加了当天的开幕剪裁仪式 台北驻洛杉矶经文处处长夏季昌表示 本次是台湾精品馆第二次参加南加州华人工商大展 有超过28家台湾优质厂商以及115余件创新出色的台湾精品 希望借此机会把台湾最好的产品介绍给海外朋友们 这是我们台湾精品第二次在我们加州华人工商大展参加展出 那我们今年呢有特别做了安排 就是我们国内有25家获得台湾精品的厂商 他们有超过115件的台湾精品在这个地方展览 那我们也希望借这个机会能够把我们台湾最好的产品 还有台湾文创实力能够介绍给我们的朋友 而今天在我们华人工商大展有非常非常的民众来参观 那我们待会进入仪式呢 也请了我们美国联邦众议院外委会的主席 Royce来帮我们去捡彩 那我也希望借着我们华人工商大展 还有台湾精品馆的参与友 能够让我们的美国朋友能够了解 我们中华美国台湾跟美国有非常密切的经贸关系 尤其是在去年我们已经成为美国第四大贸易伙伴 我们从去年1月到10月的双边贸易 已经到了565亿美金 所以我们希望借着各项的活动 包括这次展览 能够进一步的拓展 我们跟美国之间非常非常紧密的经贸关系